当一切回归原点 你就是一个清新自由的人 是古传夏威夷深藏心疗和转化人心的治疗医法 这句神奇的夏威夷文意思是改正 他的传人修兰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 也是该基金会现任董事长 长期为残障人士精神病犯与他们的家人服务 现年73岁 二十多年前 修兰博士曾用和和菠萝菠萝的方法 治愈被关在夏威夷州医院 被列为患有极高危险性的一群精神病罪犯 在这期间他没接见任何一位精神病犯 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病例大案 然后就开始对自己进行和和菠萝菠萝医疗 过了几个月后 一些必须带脚链的重犯 行为逐渐变得正常 甚至被释放 这不是天方夜谭 也不是神话故事 但究竟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修兰博士用什么方法改变了这些精神病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华言经文佛书 一切众生恩来是佛 一切众生借由佛谢 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行 所以在大乘教里 他肯定宇宙万有 跟着这些题 这些情细细细有 这个 McKenzie的佛物 这些静是世界上的人 那我们现在阳心就混绝了 我们反而走到疯了 所以我们阳心的体力 我们阳分解了 我们阳心的静心 然后现在我们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 we're gonna do with this block anger resentment putting money first and so the okonopono is about saying to this block i love you and thank you and so the light comes back so i want to thank him for giving me one more chance to do undo anything between me and i so that we can both be in the light you know so i'm grateful that he is inviting me to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amends with 蓝博士说我只不过治愈了我那部分造他们的我他说对自己的生命负全责你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是你的责任因为整个世界是我们的心想成的所以说如果对自己负责任 那我们对自己的所见所听所长所接触或所经验的都必须负其责任因为那是我们的心所造 所以说恐怖分子总统经济的发展任何经验或是不喜欢的人事物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也只有我们能把他们治愈也可以说这些事项并不存在他们只是我们内心的反射 他们没有问题问题问题在我们要想改变他们我们必须改变自己 这一份东西是我在05年元旦跟同学们的一篇讲话特别强调爱心生命人性的核心就是爱 人如果充满了爱心这个社会就活性灾难就活性 今天我们有缘难得要请修兰博士把他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给我们分享 这个要给我们跟一切人最重要的一个启示 从本身离物的核心 从这开始 我们是应该是02年 格里菲斯大学找过的时候 我跟他们和平修院的教授有两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原定和平 我听他们报告 他们做50分钟的报告 然后要我说话 我就告诉他们 和谐 要从根本做起 今天冲突 大家看的是双方两边 两个族群 两个国家 我说问题不在哪里 问题在我们自己 我跟他说的是 我们跟人 中国人说 人性不善 习性不善 这个很不容易翻译 也很难懂 我们就举个例子 当前有利益摆在面前 我会想到是 这个利益是我的 自利还是他利益 那大家都说 那当时我自利 那自利冲突就发生了 如果每个人都想到利益别人 就问你会解决 这个他容易能够体会 我说我们齐心同意 都能为别人所着想 为社会着想 为大自然着想 从头就没有了 很感谢他的访问 对我们自己这些理念 更加肯定 你看在经典上 几千年前 佛就说了 所有的物质现象 都是我们意念变现出来的 那么我们读经 对这个事情不敢怀疑 但是始终不能把这个意义断掉 那么最近这几年来 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 分析到最后的时候 真的原来物质的基础 是一年的波动 我们对佛经上所讲的这个疑惑 完全断掉了 大家都开始从思想里来的 所有的那些都是从思想里来的 所以在数学学家 也讲得到什么 那就是佛陀说的 它回到纯色的光灯 那就是全 就是佛陀说的 这就是佛陀说的 最维随的七情动力 你看分别 这个执着 分别 这个贪神承慢这些东西 这是执着 这最严重 再威胁一点是分别 再威胁的是起行动力 因为它不起行不动力 所以它讲这个 灵量的能量点 那个才是真正智慧 那才是真正自己 才是真正光明的原点 所以在播出里面讲这个空 这个概念 灵 极限 这个跟自信是意思完全相当的 Shakespeare talked about the same thing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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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皓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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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 噢 波罗就是自爱 如果你想改善生活环境 你必须使你自己的生活恢复健康 环境才可能会正常 如果你想治愈别人 即使是一个患有精神病的重犯 它还是我们的心性所变现的 我们还是必须对自己下手 用和和波罗波罗方法治疗 一直等到所有的病患 都在我们的境界内消失 这个世界只有这种事情是真的 其他全是假的 所以应当要放下 要把它清除掉 年轻人类人类 孟子说 学问之道不踏了 求其放心而已 不放心就是放下 什么叫学问 真正的学问 痛痛不想 那就真正的学问 And how do you let them go? That's what I want to know 他问我怎么去吧 How do you let them go? For me, I talk to them I talk to the anger in me I just talk to them I'm sorry, please forget me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这个 爱心变化皆善意满人 But what are you loving? You are loving this stuff again 同一个你要爱自己 你不爱自己 你就不会爱别人 爱别人是假的 爱自己怎么爱呢? 把自己的肮脏东西放下来真正爱自己 恢复到自己的灵点 这叫真爱自己 然后你才能够爱一切众生 爱一切的动物植物 山河大地 爱真过宇宙 爱一切众生 上面从上帝 下面到阿贝地狱 是一粒平等的爱 全是自信 浮现出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那就是每一个众生 他迷雾程度不一样 做造人 不管怎么不一样 他都是平等的 你不平等是你有分别 你有知足 你离开分别知足 万法是平等的 有这样的心情 有这样的心量 古顺先行的东西 也看得懂 没有这个心量 古顺先行亲自来教你 你也不会懂得 我们必须要确定 智慧并不拥护 或认识的心 你先做到融合 你先做到融合 就不受影响了 只要融合 我喜欢的 我讨厌的 你绝对受伤害 thinking is a problem as opposed to letting go 大乘法里面 不用慈慧 它直接的去领悟 为什么 慈慧是心意识 心意识和忘心 忘心里有慈慧 真意 真心里头没有慈慧 它全是智慧 加上慈慧 它不是智慧 它变成知识 知识就有局限性 我们的心意识 我没有用的方法 是阿弥陀佛 一人一起阿弥陀佛 总能归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宇宙是无量的 星星是无量的 智慧是无量的 一切通通是无量的 是这个意思 就是无限大 Infinitely short 而且是无限小 So when you're infinite, you become space-like, time-like You don't exist, right? 究竟要怎么治愈自己? 蓝博士说,我只不过不断重复地说,对不起 我爱你 有爱心是改进自己最好的方法 当我们改善了自己 我们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的世界 每当我们想改善任何一样人 事、物 我们只需观察一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 是善、是恶 当我们在观察自己的内心时 我们对自己也要用爱心 回归灵极限的密码就是 对不起,请原谅我 谢谢你,我爱你 这四句话 就能清除我们前意识中过往的讯息 把它归于接近灵的状态 每一个宗教 他们从奉的神 在经典里面所说的几乎都是一阵 那就是神仙是一个 同一个神仙 在不同的感应当中流露出来的 所以它基本的理念 基本的方向完全相同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wars between religions? 你一样 不认识自己 所以现在 宗教 学习宗教的人 认识自己的宗教的人 这么不多 我们接触的面很狂 但是有没有人有 少数人 这些人不会有任何敌对的这种意义 有敌对的都是错 所以你想佛家的时候 第一个破身界 一定知道 身不是光 第二个破边界 一路是和响 是以下的内感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 眼睛跟鼻子都会对 手对觉不会对 永远不会对 会有任何问题 认识任何问题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大事 神圣的教育全在此 所以说 应该要团结 应该要和我相处 这个麻烦的时候 就是现在的这种教育 从小就叫精神 这个是与新的180度效果 东方的教育 有佛的教育 从小一入门就叫你和谐 就叫你是一家人 佛法讲的比佛辱更高 佛辱中国传统的讲一家人 佛讲一体 比一家人还要前 哪有不能团结的道理 哪有不能互相处的道理 谁能够有个小证 小诚 真正做出来 让大家看看 放弃自己的尘业 这个坦诚实慢 能够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关怀 互相照顾 互足互足 所有得到 而且是非常欢喜的事情 那这个社会多么美好 如果我爱你 如果我爱你 你会爱你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活在爱当中 然后这个水果变得非常和谐 如果我带着和平而来 那所有的桌子也会变得和谐 所以所有的都会和平 但是它开始了我 我必须和平 就是深心的爱自己 爱自己的麻烦很大 你和我都发生了很多问题 你和我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了 你和我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这个根 还有更深一层的根 这个问题 我跟格利菲斯大学 这个和平学院的教授 我们做谈会当中谈到的 这是我解决过激上的纠纷 我们两个人 这个他懂 然后我告诉他 不是两个人 我自己一个人 他就不懂 怎么是一个人 我一个人解决了 天下就解决了 这个好 曼波斯他懂 就是 自信跟习信的这个冲突 这是自己 本性是善的 习信是不善的 我如何把不善的习信克服掉 我变成纯净 我变成纯净纯善 我才能跟一切人 和母亲户 我还有爱好 我喜欢这个 讨厌的 问题就来了 如何能用清净的爱 平等的爱 把无边际的爱 这才能解决 这个就是 所有尊教的 神圣他们解决的方法 他绝对没有分别的 但当你 你不是不在爱 你 you create the whole universe goes crazy everything goes dark just because of you and me but if we corrected in you and me then the light shows up you know but it but it's because when you and i have a problem it's a problem with the whole universe everything that's in the universe 但是现在你和我可以与其他一样 所以光明显出了 但是因为你和我都能努力 光明显出了个人 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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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不能努力 太难了 但我们会有这个问题 但我可以做我的检订 所以我会做我的检订 所以我会做我的检订 光明显出了 你必须要是光明 你不能不是光明 光是自省 障碍是细心 细心放下 全是光明 没有障碍 这样才能感动人 才能感动人 感动人 那个人必须有善感 内伤根很大 但是内伤根也不能放弃 为什么 人们都是活一身 深深深深深的 我这一世感动得了 没有感动得了 来一身再继续感动得了 所以佛对一个众生 他不舍弃 他不舍弃 深深深深不舍弃 不舍弃 是一个检 吃个检 一百个检 最后还是不能感动 这佛生人中不舍弃 然后会说 你就是害我 我还是爱你 你就是杀掉我 我还是爱你 一定有一天 一定有一天 你会回到 我在这个等着 我有一天 你能够想象虚 我们一直在认为我们可以改变人家 我们不能改变人,我们要先改变自己 我们再改变这里,那些人必须改变 他没有选择 你都必须改变,当我离开这里 他说他一定改变我 他在走之前改变我 我不能改变你,爱你会改变你 不能改变你,爱你会改变你 但爱你会改变你和我 那是为什么我来,我来给你 祝你所有人 和和波罗波罗就是用爱心 永无间断地对一切众生说 我爱你 用感恩心,永无间断地对一切众生说谢谢 这两句话能够洗清过去生 今生 潜意识所积压的一切档案 用这方法回归自行到灵,无我的境界 如何知道人已回到灵 对一切众生一定会有爱心 恭敬,恭敬,谦卑,游与 现在地球变得灾难这么多 就是,哎,衰退了 恨恨 因为,因为所有人是人造的 想起来、想起来 如果有一个津浪的津浪 它是人造的,想起来 我当时听到你为什么中生的津浪 我听到你什么时候做了 I know of tsunami, there is tsunami here! Earthquake here, 熱 here. But here begins with me. I never look outside, it's always here. I make the correction here, then the light will show up. Only here. 圣灵教育确实是好 真正能解决问题 但是宣扬的人太少 现在接受的人困难 为什么 圣灵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能爱心 真正的爱心 你对他们有关系 信他 喜欢他 你才能学到 你对他要是 批评他 分别他 执着的 让麻烦他 那就这最大的困难 所以不像科学 科学不需要用科条件 为意识都能去神仙慧 要一份沉浸的心 宗教也不是 没有沉浸的心 宗教今天看不到 他会念 他不懂意思 所以爱地区 加文山佛斯的诗意 他问爱是不是宇宙的核心 有点意思 中国祖宗发现者 中国传统的教育 就是从这个爱字发扬广大 这个爱就是他用的那个方法 就是父子有情 就是父子的情爱 就是父子的情爱 天性不是人教的 这个爱 如果发扬广大 这个教育 用教育的手段 把爱发扬广大 所以今天宗教 宗教没有爱 可以 可以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整个问题 整个问题 我们可以 整个问题 整个问题 我有一次在日本开会跟石井莫斯的访问 你在不在? 在啊,那次在 那个故事很有趣味 你看,我到最后 他找难题给我问头 最后一个很技术的问题 他就说我们基督徒 心量很小,不能包容别人 这是你怎么办? 我就告诉你 这个解决问题就在你神经里 神经有哪一段? 或者神经里有没有说神爱世人? 有,有上帝爱世人 那不就解决了吗? 你能够爱世人问题解决了? 但是,上帝不爱你,爱我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是世人 上帝爱世人 我爱上帝,我也爱世人 我跟上帝制作到够 我说你爱上帝不爱世人 上帝不喜欢你 哈哈哈哈 那时候我继续告诉他 我说神爱世人是个抽象 他怎么爱我 他怎么爱我? 我讲解决了听 上帝爱世人 神爱世人 靠你们的神之人 靠你们的信徒 把上帝的爱 从自己身上发扬广大 去爱世人 这就对了 跟佛家一样 佛家讲慈悲 也是抽象的 必须把佛菩萨的慈悲 我们做出来 代表它 这就对了 施敬莫斯跟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到日本打电话 他就来看了 那是你的目标 那是你的目标 没有 是 like Jesus said,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the light,and all else will be added I like his version of the quantum physics we can bring peace,just between you and me peace of the whole universe the earth can get more quiet doesn't get volcanic doesn't flow no tsunami but it begins with you and me calming the earth down 确定讲的通 真实的疾病 自己可以治疗 灾难 自己坚定滑起 問題的坚定的信心 人生管ript 你有丐 complexities 就会让人 我和足 fondo屋一起吃 那个小小树山 我那天我和私家家人要对哪种公司 Parkinson's Parkinson's Can you share that with that? Yes This lady's brother had a Parkinson's for 15 years and she had been cleaning doing the cleaning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she had been cleaning about a belief that the brother has Parkinson's and then the anger and resentment and now the brother is getting a lot better and her love and respect toward the brother has grown and can you imagine it began with a thought form the brother it's only a thought form so when you let the thought form go and love shows up then everything gets healed The truth is very deep The truth i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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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e truth is true The truth is true So you know that The truth is true We have to fade out Now that we're bleeding We have to lose happiness Secondly, it's hard toatiive Make sure that it's not satisfying 你不想它是问题的 Intellectualism is a problem Thinking, hoping, how come, why, that's the problem 这是妄想 These are wandering thoughts 越退越远 越退麻烦越多 你不想什么事都没有去解决 That's a beautiful way of describing it 正如修兰博士在《灵极限》中所说 万物都是神圣的 无论是友情或是无情 我们的心性是爱,是和平 原是完整无缺,是完美的 当我们用爱心改善了自己 我们同时也改善了我们的世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